我們這邊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本週懶人報的部分 畫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天王星全新挑戰任務 這隻天王星的話是光屬性人族CD7可以發動主動技 欸恭喜各位 我們許願的全部都沒有出現喔 開招的時候海王星CD-1 連選一橫行轉成光星牆 電擊敵方全體使受影響目標無法行動 而且會轉化為隊長克制屬性 一回合內自身6倍隨手戰士可以無視三無數 感覺又是跟其他卡撞的亂七八招啊 可惜天王星了齁沒有得到MH的愛啊 天王星當作成員的話也會有一個專屬隊伍技 只是就跟海王星一樣啦 就是開招的時候會有亢奮效果 下面水晶之力大家應該都已經不陌生了 天王星的話有宇宙劍專屬武裝龍克 武裝效果是同時消光星自身1.6倍 開招的時候自身1.5倍 最後的話是靜觀CD-2 龍克開下去這個技能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 因為通常不會把天王星拿來當作隊長喔 下禮拜迎擊戰的部分就輪到木妖的朱恩朱恩了 CD5可以發動主動技 第一條的話跟前面兩個亞馬遜四重做的技能都是一樣的 有一個減CD效果 引爆自身直行符石掉落木牆 一回合內無視黏斧然後減少50%所受傷害 那一樣喔亞馬遜四重做越多效果持續越多回合 再來我們就來看昨晚有提到的全新天犬女團卡霞啦 這個卡霞的內容物在這邊 大家可以按暫停稍微看一下下 跟過去基本上是一樣啦 就是跟素材混在一起 首先我們來看洛達椅的部分 她是水屬性的妖精 隊長技是偶像女團成員攻擊6倍血回1.3倍 水星互相兼具50% 那你有消除大魚等於6顆水的時候偶像女團成員攻擊會額外2倍 隊伍技的部分是這隻洛達椅進場CD會-25 哇你可能會想說25是什麼鬼 來主動技這邊我們繼續看到她就真的是CD25喔 這一隻的技能就是復刻假面騎士的那隻水神的技能 完全回血99回合內回合結束的時候會完全回血 然後偶像女團成員攻擊3倍 再來維珍妮亞的話是火屬性的機械族喔 看到這邊的時候我想說西蒙跟卡米娜大哥要回來 等一下應該還有一隻火機械才對 結果完全顛覆我想像啊 大家繼續往下看吧 隊長技是隊伍中只有偶像女團成員的時候 全隊攻擊7倍血回1.5倍 消除符石的屬性越多 全隊攻擊額外提升越多 最多提升到3倍 消心的時候會減少40%所受傷害 再來是隊伍技能的部分 轉完珠子的時候讓你點1粒符石然後3x3引爆 引爆如果有包括水火木一回合內全隊攻擊2倍 那如果有包含星的話就是回血 另外如果你是用維珍妮亞做隊長然後隊伍中只有偶像女團成員的話 全隊進場CD-8喔 看到這邊可能也有人猜到是什麼東西了 合體的時候補充一次龍脈儀使用次數 主動技是CD7可以發動 解鎖偶像女團成員被封鎖的技能 主動技這邊的話其實就是大西蒙啦 反正引爆之後會給你一個固版就對了 然後一回合內自身攻擊5倍 開招的時候如果龍脈儀全滿自身無視敵人防禦 再來我們來看到木妖的烏瑞亞 這一隻的技能是從哥吉拉合作裡面的摩斯拉搬過來的 隊伍中只有偶像女團或妖精成員的時候 全隊7倍血回1.5倍 消木的時候額外2倍 消星的時候一樣再一個2倍 那同時消木跟星的話攻擊再一個額外1.5喔 隊伍技的部分是延長轉租5秒 然後生命力全滿的時候所受傷害不會使你死亡 屬性符石兼具400%的星 然後星同時也兼具屬性符石效果 另外他還有一個益補的功能 然後這個益補是可以無視強化盾的 那如果大家對摩斯拉還有印象的話 主動技這邊也是搬過來喔 CD6就可以發動然後他是一個常駐招 每回合會把最底一橫行的符石轉成星牆 首批消所有星的時候隊長會追打隨數一次 關招的時候引爆所有阻止跟完全回血 再來是光屬性龍族的悲迷呼 我就知道最後悲迷呼果然還是變成龍獸的命運吼 技能的部分是從光屬性機械族的阿爾逢斯搬過來的 隊伍中只有偶像女團人或龍的時候全隊攻擊7倍 消一組符石額外多計算一個EXCOMBO 最多可以增加12連擊 不過要注意他是增加EXCOMBO的部分喔 EXCOMBO大於等於6的時候全隊攻擊額外2倍 光兼具50%其他屬性符石效果 心兼具50%的屬性 那一樣同時消光跟星拳的攻擊額外1.5倍 接著隊伍技這邊如果你早期有在看我鋼之戀金術師雙阿爾 通關的影片應該會很熟悉喔 我很常會講到一句雙阿爾有65%的減傷 對沒錯這邊也是一樣喔 再來是EXCOMBO數目越多隊長攻擊提升越高 12EXCOMBO的話可以達到最大的7倍 主動技的部分跟阿爾逢斯一樣 CD8可以發動 點選元素法陣上的符石兩次 然後把固定18個位置轉化為所點選的強化符石 一回合內所受傷害不會使你死亡 而且不會中毒 最後是暗魔族的艾莉亞喔 隊長既是偶像女團跟魔族成員攻擊7倍 寫回1.3倍 暗星互相兼具50%的效果 消到大於等於6顆暗的時候 偶像女團及魔族成員攻擊額外2倍 這一隻的話是從七大罪合作的夢炎卡前德勒班過來的 隊伍技能的部分是優避空間黑白豬生效的時候 延長移動符石時間至20秒 然後這隻暗魔族的艾莉亞攻擊會有3倍 主動技是CD8可以發動 點燃敵方全體轉化為火屬 而且防禦力會變成0 然後每回合受到自身攻擊機值400倍的火屬性傷害 那都講到前德勒了 大家一定很清楚他的特色是什麼吧 就是可以無視指定減傷抗性盾喔 那我們這邊要來講最近爆核東西啦 天園無卡合體真的回來了齁 這一次就落在我們的偶像女團上面啊 那這樣說起來莉莉絲一樣很可憐啊 本來想說是西蒙或者是愛德華那種2卡的合體 可以放在莉莉絲隊伍裡來增加輸出解鈍的 結果這個是無卡合體 沒辦法塞進去莉莉絲裡面啊 合體的時候可以獲得畫面上的這些效果 偶像女團機械成員行動值提升50%完全回血 除滿龍脈儀跟99回合內消除符石後 首批掉落的符石必定為火光暗星牆 合體的這隻偶像之光是光屬性的機械 隊長其實隊伍中只有偶像女團成員的時候全能攻擊8倍血回1.5倍 隊伍技的部分相信也不用我多說了啦 有跟到大天園的一定會很熟悉喔 所有符石兼具所有屬性效果 那也會兼具25%的星 延長移動符石時間至10秒 然後每回合隊長會追打火屬性攻擊一次 所以這一隊要怎麼打出無屬呢 副隊長就是選剛的木妖烏瑞亞喔 你只要手銷所有星的話他可以追打水屬一次 那他自己是打木屬出去 合體的這隻可以打光暗嘛 隊伍技又幫你打了一個火出去 水火木光暗就全都到齊啦 不過講是這樣講啦 木跟水打出去的傷害要秒掉敵人可能也會有難度 畢竟他是從烏瑞亞 一隻沒有合體的妖精打出來的兩個傷害 所以能打出無屬是一回事 但能不能秒掉敵人跟拿來破無屬極盾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回合結束的時候會把所有符石轉化為機械族強化珠 另外還有無視黏斧單體攻擊轉化為全體攻擊 然後會根據當前的乘數隊長攻擊相對應提升 最多提升到10倍 再來就是龍科之力的這個無齒無限檔死喔 這個檔死還是可以無視無視減傷的 再來我們來看主動技的部分 技衣的話是CD3可以發動 那這個迷倒你就不用理他啦 就跟螺旋力的牽制是一樣的齁 那除了牽制敵人之外 敵人所受到的傷害也會有一個2.5倍 然後兩回合內每消除一組符石 額外增加一康 那2技的部分當然就是疊三層上去了 個人追打4次 然後可以無視拼圖跟顧C 但是回合結束的時候就一樣 會進入一回合的疲憊狀態 那隨著偶像女團的登場 下週也會有一個全新的挑戰任務 還有另外的道具收集任務也即將登場 那這個道具收集任務是可以兌換NOVA H 也就是這一次的偶像女團系列的專屬武裝龍客 另外還可以換到這個60雪花的一個專屬頭像框喔 那我們來看NOVA H系列的專屬龍科武裝星河畫筒的能力是什麼吧 能裝的就是剛剛提到的那5個啦 還有包括他們的合體喔 進入關卡後自身CD-3 消20顆或以上自身1.15倍 跟開招的時候自身1.5倍 龍科開下去的技能也還不錯 有給一個延遲跟回血 另外是隊伍攻擊及回復力提升20% 那最後這邊魔法石兌換商店又來啦 裡面你真的要說有價值換的 大概就是聖誕維珍尼亞還有聖誕伊貝斯 如果過去你有錯過這些卡很後悔的 可以考慮看看喔 OK以上是本週的GNN懶人包 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大家對於這些活動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 在這個地方 colleague by bwd6